大家好,这里是张杰,财经观察,今天只能在家里给大家录制这个视频了,因为我去了趟广州,去了趟广州参加黄金节的节目,因为参加这个节目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回到了北京,要居家隔离七天,这七天里头就我一个人住在这里, 因为要是和老婆孩子一起,孩子就不能上学了,现在隔离,北京防疫还是比较严格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就在这里给大家进行分享,今天我们分享的一个话题,就讲天然气的期货价格居然也出现了复制,在很多人理解,像天然气, 现在应该是价格完全的看涨,绝对不会看跌的,这不会看跌的时候呢,为啥出现了复制? 在早期的原油宝的故事里头我就已经说了,原油宝为什么出现复制呢? 这里头有非常复杂的博弈,而且在金融衍生品时代,它脱实向虚以后,它可以出现复制了以后呢,整个的衍生品的价格的边界条件改变了,它的参数模型完全改变了, 因为以前呢,做空,你不可能成为复制的时候,那你只要无限接近于零的时候呢,它是一种等于是压力无限大的状态 现在呢,你无限接近于零没关系,你还可以造成复的,而且呢,会造成这个空单啊,变成天价 对于这个文章呢,我很早就已经写了,当时呢,这个文章在《料望周刊》专门发表了,当时说复制的时候,他大概在国内呢,说这个原因的第一个事件就是我在这说的 很多人就说了,只是说他为什么能为空单呢,他是交割不容易,交割呢,就产生了期货和现货的脱节 但现在呢,不是简单的交割的问题,他成为负值啊,他更关键的是他的虚拟市场 他的虚拟市场,他的期货,他的规模远远大于现货,他的现货呢,完全可以脱节 脱节了以后会什么,所以好多人觉得那个期货价格就是现货价格的,在油气领域呢,是不成立的 所以中国的很多油气的价格啊,很多人就想呢,我们获得的这个石油的价格呢,会按照期货价 其实不是,你就现在的话,你可以知道,欧洲也好多人买不着燃气,对吧 买不着燃气的时候呢,他燃气的库存还在历史高位 为啥呢,都吸收 同时的话呢,你的库存不等于你完全的消费量 对吧,你买不着燃气的时候呢,他那个库存呢,他也未必说愿意降低库存给你要保护他的库存啊 而且呢,他现在库存库,库满了 你想交割呢,也交割不了,为什么交割不了啊 也很明白嘛,你没库装,对吧 就算呢,有库装呢,现在各种的管道也断了 他这个没有交割压力的时候,他的空方呢,就凭资金能力了 而你多头你要想要逼空,想要交割 那你还有好多的问题,你还要有足够的资金 对吧,你没那么多资金怎么办 他现在这个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是很重要的 交易所的话,他说了,你多多想交割 你先把资金给我背上去 这一条就很厉害,对吧 而且呢,对于油气呢 你要交割的话呢,世界有些地方还会管你要配额 好,所以呢,对于这油气还有一个叫做七转线市场 在迪拜,当时我们也提了 在这个石油的价格能成负值的时候 这个世界的博弈啊,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且呢,当初呢,那是油气低迷 原油宝成为负值,现在呢,是天然气高涨,对吧 你一下子呢,也跌成了负值 在有些的机构里头,这个天然气呢 这起火成为负值啊 在实际上是要算计了一些人的 对于这些油气看涨的 其实很多呢,都是俄罗斯的支持者 你要知道,俄罗斯的支持者的情况下呢 他觉得这个俄罗斯打这个战争,他那个会看涨 然后呢,油气看跌的呢,一般觉得是俄罗斯惨败 他那个油气会跌下来 最后的话呢,俄罗斯会死得很难看 反正呢,你就这么讲 在期货市场里头呢 你想支持俄罗斯的这些人的钱袋子就要 别一别了 这里头是,还是有很多呢 不光是政治的问题,还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 不管怎么样呢,这一次啊 显然呢,资本大鳄 是能操纵这个价格的 肯定是赚了大钱 所以这个战争里头呢 前面人说,俄罗斯呢 他也是打经济仗 但是他这个经济仗里头啊 其实还有一个金融战场 在金融战场占优势的人 还是很厉害的 对这个要充分的认识 谢谢大家 本期视频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再见